除了那個有關爬蟲部分 除了大樂透的那個歷史資料之外 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數學函數這邊還有放一個就是 騎交所的外匯匯率歷史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爬蟲的範例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把這個拿來練習看看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主要就是說呢 我是拿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裡面的話有一個每日的外幣匯率 的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的話呢 各位可以點擊這個 檢視資料這邊 檢視資料裡面的話其實他就會提供給 給我們一個連結啦 那這個連結的話其實裡面 就是有點像是我點他的時候呢 他會下載一個CSV 的一個檔案 那不過呢因為我假設我要用爬蟲的方式 就像那個大樂透的資料一樣 只是說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是把什麼 把那個一個檔案其實這個檔案是放在他主機上面的一個CSV檔 那如果我希望 我不要下載我直接你就幫我直接就放到我的Excel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其實你會發現這邊 這邊有一個連線的一個範本就是匯率下載 那這個匯率下載的話其實你會發現結構跟那個 之前的大樂透那個還蠻像的 那差別在哪裡呢 第一個啦你會發現一樣的地方就是query table 點add的一個連線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比較一下 大樂透這個是叫URL 指的是去網路上面 網址裡面抓資料 那這個的話 test的是 去這個裡面去抓什麼 抓文字檔案 然後呢他會幫我把他直接下載下來 而不需要說呢像以前一樣我點他他就 他會變成一個檔案 我還必須把他開起來如果我不想這麼麻煩我希望他直接下載就到 Excel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利用什麼 這個方式把這一段程式 直接就複製貼到哪裡呢 你就把他直接貼到 這個Excel裡面 比如說我另外再開一個新的 一個活躍部好了 這個活躍部裡面的話那我們一樣 把那個 這個 開發人員把它叫出來 一樣就是說這一段程式呢 我們就是 把 我們的這個專案先找到 我們專案應該是在哪個 這邊我開了好幾個應該是這一個 活躍部1這個 然後呢記得在這個上面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也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們每次寫 只要是要動到寫到程式的話 那一定喔記得一定要 打開一個模組 那記得喔你在增加模組的時候你要看一下 你的檔案是哪一個 那這個我應該是活躍部1啦 有沒有活躍部1 然後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那你可以把這個程式貼上來 基本上喔 這一段喔 Test封號後面這一段 實際上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這一段喔就是從那個什麼 我們雲端上面這個每日 開放資料裡面的這個喔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要練習別的也可以從這邊去找 然後把這一段有沒有把它複製一下 貼的話呢就貼到那個程式裡面來 貼的話就貼貼到 Test封號後面這一段 記得後面一定還會有一個什麼 雙引號 然後空一格 底線 這個一定要留下來這個也不能刪掉刪掉就麻煩了就錯了OK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執行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什麼 每日的這個有沒有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呢就直接下載下來了 OK 這樣就OK了 啊我多寫了一個 Sales.clear 意思是說 把舊資料先刪掉 然後再下載新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清掉 然後再重新下載 所以呢如果那個連結 他一段時間會更新嘛 那會更新的話呢 那我們就重新抓最新的 那另外的話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呢 這邊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將來你可能會 需要匯制那個 有關什麼呢 有關那個圖表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發現喔 現在同學對於那個 圖表的需求越來越大 比如說呢 我想要畫一個 有關 這個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 他是 從 11月 11月1號 的美元匯率 一直到 12月27 就今天 的那個美元的 這個匯率 對台幣的匯率 那假如說 因為如果你看數字這樣看 其實不太清楚 理論上應該 最好是幫我畫個圖好了 那個圖啊 最好是折線圖 因為折線圖的話可以 再配合時間的話 那就會高高低低的 就可以知道說 他最近的那個走勢 大概是怎麼樣 那怎麼做喔 理論上當然會需要把這A跟B 一起選起來 Ctrl 去的向下 那選完之後一般是嗎 直接插入一個圖表就可以了 一般的話會用這個啦 含有標記的 折線圖 不過你會發現 什麼畫出來 感覺怪怪的 應該是 橘色的應該是要 高高低 可是問題奇怪 他怎麼沒有畫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將來 遇到那個畫圖部分 假如跟你預期不一樣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特別小心喔 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為什麼 日期的格式有問題 你想說日期不對啊 你說 老師 先把這個刪掉 這個格式 日期沒錯啊 2021的 11月 1號 這個看得懂 那問題喔 雖然我們看得懂 但是 Essal不見得看得懂 所以喔 Essal他怎麼看得懂 通常應該什麼 年 月 日有沒有 中間一定要加斜線 如果沒有加斜線喔 跟各位講喔 Essal他不認為 他是一個什麼 一個日期 所以喔 比較 正確的做法應該什麼 把這些格式 通通更新 為 標準的日期 你再重新畫個圖 才會正確 但是問題喔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更新 當然方法很多啦 如果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的話 不外乎就怎麼樣 在B欄增加一個 空白欄 然後呢怎麼樣呢 在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利用什麼 利用日期時間 有個叫做Date函數 這個Date函數 主要就是標準化 日期的一個函數 但是這個函數的話 必須搭配三個函數 叫Year, Month, Day 怎麼說呢 我如果需要取這個 年的部分 那怎麼取前面四個字 其他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Left 然後呢 豆點 四個字 那 Mans的話呢 剛好是什麼 第五第六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Mid 然後一樣這個 日期 第五第六 第五第六應該是什麼 第五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 兩個字 OK 11 然後呢尾巴的 部分剛好是最後兩個字 所以可以用Write 然後這個 日期的尾巴兩個字 誒 所以你會發現格式化之後 他得到的結果 會是一個數字 應該是沒錯啦 那這個數字我前面講過 就是1900年的1月1號 他會是 第一天 所以他這個裡面是1啦 格式化之後變成這樣 那這個的話呢 他一樣 你把這個資料輸入之後 他就會自動格式化 所以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他會自動格式化成這樣子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寬度拉一下 這樣就OK 日期 Ctrl C 一下 這個Ctrl V 最後呢 這個可能如果兩個欄太多 你就把這一欄 把它留下來 這一欄刪掉 不過刪掉之前 記得啦 可能要做一個動作 必須留下這個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呢記得Ctrl C 複製之後記得 貼的話不要 直接貼 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保留 沒有公式了 只有裡面的字 再把它刪掉 那這個時候啊 如果我再把 A1跟 B1選起來 Ctrl Shift 向下 再做插入這個圖表的動作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正確的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喔 我希望呢 這個繪圖 因為將來喔 我們畫的圖喔 可能藍數非常多 你不可能說我畫一個 然後呢 我再把它拉過來 再調整大小 然後再換下一個 在 產生之後拉過來 然後調整大小 然後 這樣的話呢 其實喔 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喔 最好的方案是什麼 如果我希望喔 我們這邊喔 總共有10個欄位 那我10個欄位喔 我希望呢 他最好就是乾脆幫我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可能最好是 從這邊放吧 這邊寬大概500 高的話大概10列吧 10列的高度 然後下一個呢 又在500 又在10列的高度 再下一個 再500 再10列的高度 欸 那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希望快速繪圖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因為其實現在 還蠻多同學有這種爬蟲的需求 另外的話 爬蟲完之後喔 又會希望呢 搭配那個視覺化 在這個 這個圖像化的輸出 這個圖爆表 那可是要怎麼做是最快的喔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喔 這個的話也許就是延伸 就是 有關 這個爬蟲的部分啦 所以 我也許再補充一下 把這個地方稍微說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第一個特別注意喔 我要抓 那個 剛剛提到的喔 就是網路上面這個所謂的開放資料 把它抓下來喔 不是直接點下去下載喔 而是 把它直接抓到Excel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範本 所以待會請各位喔 1 把這個範本Ctrl C Ctrl V貼到一個空白的活躍部 的 什麼呢 這個 開發人員裡面記得先建一個模組把它貼上就可以喔 2的話呢 把日期部分喔 做格式化 把它 標準化 OK 那至於標準化我剛剛用Date的函數 3的話就是把它畫出一個圖出來 那 當然呢 我們如果畫一個圖啊 假如說你不會寫那個畫圖的程式沒關係 你可以用什麼 用錄字聚齊 然後呢 再來修改 所以喔 待會的話 我們大概原則上 如果要 最後做出一個效果 就是呢 幫我把 後面這10個欄會 的圖 全部畫出來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好